DX 電視機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Wi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鄭文貞 今天是8月31號 星期四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的美股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台子的夜盤也是小漲了6點左右 整體來講都是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昨天晚上的經濟數據 昨天晚上有公布ADP 也就是小飛農 昨天的小飛農是 低於市場的預期 也就是說比市場預期的 還要來得低 其實說在這個時間 如果說好 這個禮拜五的飛農就業數據 它能夠跟昨天的小飛農一樣 低於市場預期 對於美國股市跟台股 幫助會非常非常大 因為鮑爾 因為說鮑爾在上禮拜有特別講到 上禮拜鮑爾在央行年會有特別提到 他說接下來的升息狀況 他會跟著實際的經濟數據 下去做調整 所以既然說鮑爾講出這句話 如果說接下來開出的經濟數據 它真的是比市場預期的差 那就可以確定一件事 絕對不可能再有強硬的升息 而且明年一定要降息 所以其實說原本說 非農就業數據 它已經慢慢的沒這麼重 要慢慢的淡化 但是因為上禮拜鮑爾講出了這句話 所以在接下來的經濟數據 又會開始慢慢的重要起來 所以昨天的ADP算是對美股跟台股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訊號 就是說就業數據是低於市場預期 對於美股來講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不論美股也好 還是說台股也好 唯一的問題 只剩下技術面 除了技術面以外的所有面向 全部都是滿分 真的都是滿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要去看現在的技術面 你看現在技術面你不敢買 但是如果說你可以去跳脫技術面的枷鎖 現在就是最好的買點 等一下我再帶大家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指數 來以加權指數來講 你去看 現在的台股 唯一的問題 只剩下技術面跟籌碼面 除了技術面以外的所有面向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 揮打就是AI的保證 揮打的財報 揮打財報就是AI長期走多的保證 包爾的談話 就是美國經濟不可能大衰退的大保證 連續有九顆藍燈 連續九顆藍燈 就是台灣經濟已經觸底的保證 你說觸底會不會馬上的回升 不一定 但是至少可以確定 現在一定是底部 你去想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邏輯 很基本的邏輯 就是說 現在台灣景氣連續九顆藍燈 連續九顆藍燈 你去想 早晚都一定會回到黃藍燈 一定會再到黃燈 當整個景氣信號燈回到了黃燈 反正台股有沒有可能不漲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這應該叫做常識 這個叫做基本的常識 就是說 景氣信號燈從藍燈 變黃藍燈 再變黃燈 股市有沒有可能沒有高點 不可能嗎 既然說不可能 連續九顆藍燈是不是買點 答案不就出來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時間點 產業面也好 景氣面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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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面向都是滿分 唯一的問題 只剩下技術面跟籌碼面 但技術面沒辦法 因為技線跟月線 它確實就是已經出現 死亡交叉 你去看 懂技術分析的 這一看就知道 它需要花時間去整理 這個沒辦法 既然說技術面的問題 早晚會被化解 在它化解之前 這裡是不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就像我講的 最棒的買點 它都是建立在 最醜的型態上面 你去看 我們這樣跟大家講的股票 哪一檔股票 我們買的位置 不是一開始大家覺得 匪夷所思的位置 3661的市新買在跌停板 3035的智元買在跌停板 2324的人保買在跌停板 是不是 誰會覺得當時我們的買點很好看 沒有 但是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是不是這些個股 當時都是一個絕對的買點 所以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你說 你要找一個最好的買點 最便宜的買點 它一定就是建立在最醜的型態上面 因為只有最醜的型態 它才會有最便宜的價格 最便宜的價格 我們才能夠賺到最多 所以這個時候的台股 你如果說你要賺到最多 你要買得夠便宜 現在是一個絕對的買點 那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你說我要等到技術面轉槍 現在整個面向都沒問題 我能不能等到技術面轉槍 籌碼面變乾淨我再去進場 當然沒問題 但是你等到技術面轉槍 你就不要期待會有現在的價格 這個就是相對的 我一直在強調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我想要買得便宜 我又不想要買在 現在這樣子的型態 不可能吧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你要買低你就要買現在 你不想買低 你想要買技術面強勢 你就要犧牲成本 大家就要自己去取捨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機 掃描 掃描就可以直接加入 在裡面 這個時間 會特別重要 因為整個盤是比較混亂 你就要知道說 什麼股票可以續包 或是說可以續流 重點 我們在昨天 我們在昨天 有買進兩檔股票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英邦第二 英邦我們之前有賺過 賺過一大段 現在有了英邦第二 等一下會慢慢來講 還有買了一檔未來的千金股 這一檔我們昨天買進 還不是千金股 但是它會是未來的千金股 就這兩檔 一檔高價一檔低價 想知道是哪一檔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掃描去加入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都可以 一檔是未來的千金股 這一檔是高價 一檔是英邦第二 這是低價股 為什麼會買這兩檔 等一下我會說明 我們先來看 昨天早上我們才剛講 2201的育龍 你要去做留意 有沒有 昨天育龍開低走高 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昨天早上八點半 你看我們的節目 去買進育龍 你連掛價都不用掛價 你就開盤簡 隨便市價敲進去 一直到尾盤 你就是賺了半根漲停板 開不開心 這就是產業家數字 你看 其實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你看 2201的育龍 育龍跟AI有什麼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 它跟AI有什麼關係 但是為什麼 昨天我會特別講到育龍 因為就像我講的 紅華先進在10月會掛牌 那紅華先進只要掛牌上去 育龍持股49% 育龍持股49% 紅華先進掛牌上去 對於他們的業外收益 會不會有幫助 一定會非常有幫助 而且它整體的市值也會變大 所以育龍在2024一定會大幅度的成長 因為紅華先進即將要掛牌 只要這個牌掛上去 育龍明年一定就是大成長 這個是沒有問題 那以紅華先進 因為說 紅華先進我有去 因為它目前還沒掛 我有去研究過它的一些彩報 紅華先進它目前還是虧損的狀態 但是它在2024年 如果說今年底的N7如果說賣得好 明年它會有虧轉盈 那只要紅華先進有虧轉盈 股價上看四五十塊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如果說紅華先進股價上看四五十塊 你覺得育龍它應該要多少 它是它的轉投資 所以我才會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紅華先進只要掛上去 育龍它明年一定是8到9塊起跳 明年8到9塊起跳 不到80元的股價能看嗎 真實本一比不到10倍 怎麼可能不會漲 所以你看昨天是不是 開低走高 直接漲了半根漲停板 而且大家要知道 紅華先進掛上去 它是創櫃 創櫃要有資產證明 你資產要超過五百萬 而且還要有證明 有證明超過五百萬 才能去買創櫃版 好 才能去買創新版 因為說它這個門檻比較高一點 大家買不到紅華先進怎麼辦 就會轉網去買育龍 這就是它的題材 所以你看 這是不是也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真AI也好 假AI也好 真車用也好 假車用也好 無所謂 這些都不是重點 你說我要買真AI 假AI 真車用 假車用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我帶大家買的股票 都是真實本益比最便宜的股票 你說玉龍 他是不是AI 他當然不是AI 那為什麼我會去買 因為他便宜 因為他的本益比夠便宜 所以我會去買 因為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在強調 大家來股票市場的目的 都只有一個 就是賺錢 難道你說你來股票市場 你買股票 你是為了跟公司一起成長 跟公司一起茁壯 跟著公司一起朝著AI下去做發展 不會嘛 我們買股票 我們再怎麼喜歡這檔股票 再怎麼看好 我們唯一的目的 還不就是賺錢 難道會是跟公司一起 長期持有長期成長 不會啊 所以既然說我們來 我們買股票的目的 就只有賺錢 怎麼樣才能賺錢 有價差嘛 怎麼樣才會有價差 夠便宜才會有價差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強調 什麼題材都好 真AI也好 假AI也好 真車用也好 假車用也好 真儲能 真軍工 什麼都好 只要他的未接夠便宜 就有錢賺 這就是我會買的股票 是吧 所以你看 5340的建榮也是啊 建榮當時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建榮它主要是做波線布嘛 當時我一直強調 只要PCB 跟ABF漲上來 波線布一定會受惠 因為它就是最上有的材料 你不可能說 ABF好 PCB好 CCL也好 結果波線布不好 這個邏輯是不通的喔 銅箔機板好 跟整個PCB好 它就一定會好 因為它是上下有的關係 所以當時我一直強調 2024預估要賺4到5 這個位置真的不貴 所以你看 往上漲 當時7月28往上漲 我們買完之後 直接一根漲停板 我們買在這個位置 60塊以下 買在60塊以下 一根漲停板 拉上去 買完 隔沒幾天 一根漲停板 結果隔一天 開高走低 跌停板 跌停板 我們一樣是告訴大家 跌停板就跌停板 跌停板怎麼認 它跌下來 就是給我們新一次的進場點 你看 有沒有 我們都是公開告訴大家 我們股票有沒有出 沒有出 有沒有吃到這根跌停板 完整的吃到了跌停板 這沒有什麼 這就是很正常的震盪 買完之後漲停 結果隔一天跌停 這就是籌碼的問題 那跌下來怎麼辦 就像我講的 這裡可以買 這裡能不能買 這裡當然也可以買 有沒有一直到昨天8月30號 創高 8月30號創高 75.8 這裡買這裡買 一直到昨天30% 足足30% 你說這幾天的盤勢好不好 爛透了 我們的股票好不好 每一檔不是20%就是30% 建榮 建榮一直到昨天創高 輕鬆就是到達了30%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說你看技術面 你可能有些股票 你會覺得說很差 不太想去買 覺得說現在不要去買 但是如果你知道 這些股票的價值 你真的是不用等到技術面轉強 在現在就應該要進場 所以你看 5340的建榮 足足賺了30% 也可以證明一件事 你看 我們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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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場的時候 投信有沒有買 我們第一次進場 投信半張都沒有買 真的半張都沒有買 一直到這個位置 小買 小小買了幾張 一直一直小買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位置買 投信有沒有買 連買都沒有買 完全沒有買 好 等我們買完之後 投信有沒有開始大買 一路往上漲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 掌握產業加數字 我們走的就是比別人更前面 我們走的就是比投信更前面 把握機會 未來的千金股 跟銀邦第二 今天還會有買點 直接打電話進來 你說想了解這兩檔股票 一檔高價 一檔低價 任你選 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NE的小老鼠 W178 W178 先進一段廣告 好現在的期貨大概是跌了30點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這些都很正常 就像我講的 這個時間的台股 亮縮震盪 亮縮橫盤整理 這就是最強勢的盤面 因為畢竟說 它技術面的反壓就是在上面 你再怎麼講 技術面的反壓出現了 也不可能V型反轉 所以最好最好的情況 就是亮縮橫盤整理 以盤待跌 去消化技術面的疑慮 這已經是最強勢的狀況了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亮縮指數橫盤整理 這個盤很疲弱 其實並不是這樣 這個盤已經是 就是 已經是最好的狀況了 所以其實說 就像我講的 你說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一定要等到 出量 或是說一定要等到 帶量長紅K才要去買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價值 是吧 個股也是啊 你說很多個股的買點 最漂亮最好的買點 都不是在出量的位置 也不是在長紅K的位置 為什麼你不要在之前去買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價值 所以我才會說 掌握產業加數字 當你知道一檔股票的價值 我們不用等到出量 也不用等到什麼長紅K 只要它的價值是 它的價格是便宜的 我們就會進場去買 所以像是以今天來講 你看喔 5340的健龍長上來 健龍的題材是什麼 健龍除了說未接便宜以外 主要就是波線部 因為波線部這個東西 它是需要經過認證的 像是如果說 以目前AI的CCL來講 領頭養是台光電 再來才是台藥 連貌近期可能也會通過 AI伺服器的CCL認證 所以連貌只要通過認證 也是有機會長上來 以整個波線部來講 健龍有通過認證 像是1802的台波 它就也有機會 它也是通過認證 只是說它的數字 沒有像健龍這麼漂亮 但是它也是有機會 跟著被帶上來 帶大家看一下 1802的台波 你去看 昨天台波在漲什麼 昨天台波在漲的 其實也就是波線部 因為台波他們家的波線部 也已經通過2383的台光電 台光電的認證 其實因為說台光電 是CCL的領導廠商 只要通過台光電認證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 它是能夠打入 AI伺服器的波線部 所以像是健龍長上來之後 你看 5340的健龍 健龍先漲 健龍漲上來之後 它就會慢慢再延伸 像是1802的台波 這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所以以今天來講 這些都會持續在擴散 如果說要比較穩定一點的 日月光 就像我們講的 日月光這個價位 如果你不想冒太多的風險 這個價位就只能你去買 很穩定 說日月光明年的數字 100多塊錢的股價 我這麼說好了 就算跌 它的空間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風險很低的價位 6147的奇邦也是 奇邦在這個位置也是一樣 它也是有機會往上拉 奇邦這個價位真的是不貴 像是2382的廣達 以廣達來講就像我講的 廣達以長線來講 這個價位絕對不貴 但是問題是 它跟二線的AI股 它的本益比落差太大 所以它需要在高檔稍微整理 稍微整理之後 等到二線的 像是說 假設說好像是健龍漲上去之後 它的本益比開始往上拉 慢慢的拉到跟廣達偽創 他們一樣的位階 廣達 偽創 英業達這些 才會繼續往上攻 就是說這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就是說同樣的題材 本益比太高的 它一定會稍微的震盪 那會震盪到什麼時候 它會震盪到二線 或是說周邊的一些個股 本益比跟著往上拉 拉到它的評價差不多之後 才會再繼續往上攻 當時的散熱也是 齊鴻 見準 一直到銀邦等等的 它都會這樣輪 所以你看我們昨天 昨天就是趁勝追擊 你去看 八月的盤勢好不好 八月的台股很 也不能說爛 就是說它整個是沒有什麼邏輯性 如果說跟七月份比起來 這個操作難度是高上非常的多 那你看 八月份我們績效好不好 非常的好 這不就出來了嗎 七月份 七月份這種行情 誰都會賺錢嗎 八月份 才看得出真正的專業 所以我們昨天 就買進這一檔 未來的千金股 來 你去看 為什麼會買這一檔 未來千金股 我先不透露是哪一檔 我只能跟大家說 這一檔它是寡讚 什麼叫做寡讚 寡讚的意思就代表說 它幾乎是沒有競爭者 幾乎沒有競爭者代表什麼 代表它產品的單價高 毛利高 毛利高就代表本益比高 本益比高就代表它的股價空間非常高 所以這一檔很有機會成為千金股 今天明天或下禮拜不知道 不確定 但是很快就會成為千金股 把握機會 寡讚 它是寡讚 跟AI也是有關係 還有這一檔 你去想 我們當時3693的銀幫 也是做過一大段 銀幫為什麼昨天有辦法 跳空漲停 鎖死一架到底 就是因為七月份的營收非常的好 七月份的營收來自哪裡 當然就是來自於AI的一些伺服器 跟AI的一些機殼 好 那跟銀幫 跟銀幫同產品的 你去想 銀幫的營收這麼的好 那跟銀幫同產品 同產業的 它的七月營收 會不會也跟著爆發上去 所以就是這一檔 銀幫第二 現在的銀幫可能說有一點太貴 沒關係 同樣產品的還有銀幫第二 昨天也是開始代量大漲了 半根漲停班以上 這一檔是低價股 這一檔是高價股 看大家喜歡哪一檔 任大家選 所以想了解說這兩檔是哪一檔 直接打電話進來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拿手機掃描就可以加入 那其他的像是說3661的世心 世心也是啊 有沒有 一直跟大家說 它會成為未來股王 8月10號 一樣是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不貴 這個位真的不貴 1865元 這個形態好不好看 很差嘛 這個形態有夠差 比教科書還更漂亮的M型頭部 怎麼會漂亮 買進之後 昨天又再創高 2595元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重點 就是說 最漂亮的買點 它都一定是建立在 最醜的形態上面 就是現在的台股 所以你說不知道 到底該買什麼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視訊詢問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努力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